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7日,首先,员工阵线那边投票完了,一如所料,一星期前说定,医疗服务全面回复正常, 也未必的,也会有些阻滞的,但是你复工的,跟之前一样,这样想吧,之前一样, 还有这两天,你见到员工阵线那边,他们这么急,又请完,如果你是太慢,你不急的时候,不会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都大概猜到,他们都自己想上班, 那员工阵线发起那个投票,那当然要尊重投票结果啦,因为他们是有4000人反对的,总共有7000个会员投票,支持罢工的有2400票,所以员工阵线是宣布不会延长罢工的,就是全面复工啦。 这里,余慧明呼吁会员,余慧明就是员工阵线那位主席,不要忘记初冲,啊,理事会就继续会向这个医管局施压,你没得施压的啦,你全面复工的啦。 继续争取每一项的诉求,一项诉求都没可能会实现到,工会会成为会员的后盾,啊,精神后盾是的。 员工阵线主席呢,余慧明表示,医管局高层呢,不会跟会员对话,那当然啦,你急去不急啊嘛。 就像毛泽东,啊,毛毛,说那句啦,中国啊,死了5亿人,都还有5亿,那你投完票,这个员工阵线那里是有一帮人是不支持罢工的嘛,那里有3000啊,4000,有4000票,那有2400票呢,是支持罢工的,那你投票那方面输了给人先啦。 那我想问的就是,这4000个仍然继续,想坚持罢工的人应该要怎样呢?那我建议他们辞职走人的,其实。 就是保住条命,就不要被人夹回回头啦,那但是呢,又有一样,很吊诡的事情哦,如果这2400个人,他都辞职的时候呢,那他就不属于工会的一部分的了哦,那下次投票的时候呢,就是说全票通过,要复工的了哦,那会,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员工阵线是没可能搞成罢工的了哦,以后,劣币驱逐良币嘛,那员工阵线就说啦,如果不是医护界的罢工,那林郑月娥, 都不会走去封关啊,各样那些,是因为这个罢工的行动,所以呢,才逼使到这个政府,做些事啦,叫做,但是林郑月娥一早说了的了嘛,政府啊,是一直这样,都在做这个措施的了,那我们是, 和医疗界别的罢工,完全没有关系,啊,那是封这个深圳口岸各样啊, 洛马州罗湖那些呢,是政府都会做的事,就是你们不罢工,我都会做的了啦,所以是和医疗界别的罢工,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呢,医疗界别的那个罢工啊,想用这些极端的罢工行为,逼使政府让步,是不会得逞的, 今次许救吉士哦,是不会得逞的,那余明慧又说,工会会继续坚持五大诉求, 罢工呢,不单只是为争取全面封关的,和要有足够的装备, 亦是为了港人的性命去抗疫的,那没啦,就是如果你争取不成功,那第一样东西就是, 现在都是漏下漏下那些封关,他就应该都不会进一步啦,第二样东西就是,装备都是这样的了, 要发生的事情呢,仍然会发生,那有位朋友仔,讲的那样东西呢, 非常之正确,高瞻远足,就是林郑月娥,基本上是捉一盘呢, 公我营治理书的旗,就是如果啊,出现大型社区爆发, 那那些医护是不是很大压力啊,那就是回去复工咯, 现在未社区爆发,或者小猫三四只啦,那他们都已经回去复工了, 那么大压力了,那还有因为医护自己本身, 人工都不算差的嘛,那这点,你要很坦白地说, 人工不算差的哦,虽然待遇就一样,因为那个耕表就真的很难捱, 那所以,他们啊,要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哦, 就是如果他们要罢工,甚至乎要辞工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回的嘛,那所以, 绝对是会有些人想退的,那但是退完之后呢, 我之前都讲过那个国民党呢,那时候那个case的啦, 就是那些国民党军,大概就有几十万人, 那又投降了MOMO,那1950年的时候啊, MOMO又将这批人呢,全部送去这个打那个韩战, 那跟着这批人呢,全部跑不掉, 那后期呢,就是你还有一些, 可能未清洗台阅的嘛, 就是有余毒未清, 那于是乎呢,送到悲战, 那差不多了, 那这个是MOMO, 那今时今日呢,座杂 ey约的林郢月娥, 当然也都是捉两手棋 大型爆发 你当然被人夹回头 如果没有大型爆发 你看看我多高尖远足 做的东西够了 原因就是因为 他将赌台上面摆的 就是全部医护和香港人的性命 那你不够筹码的时候 筹码这件事 就看看你肯不肯晒烂的 那你不肯晒烂 你不够筹码的时候 就被人带到 在赌台上面 就被人刮走那些注码 跟你二十万 三十万 我杀你烂 不去 就是这样而已 政治从来就是一种角力 你捉这盘棋 你看看怎么样可以获得 最大的利益 这次他赢的 而且我一星期前已经说 这次他一定赢的 那这里 就是这几天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李文亮医生呢 其实他是不是 一个造谣八君子 就是是不是真的这么君子呢 其实他是叫人家 在公海那里 就不要说的 就是为了来说的 就想着 那后来就被人捉鬼了 跟着说他造谣那样 那刚好得这么巧呢 他是第一个说 那所以呢 近段就不停报道他 那意思而已 就是如果一早听他的说话 至少就不用搞到那么大事了嘛 所以那些人才在那里讨论 言论自由的价值 但是 只要听党说 武汉肺炎不可怕 那他都是量产式制造李文亮出来的而已 那还不是只有李文亮医生一个阵亡的嘛 其实上面有很多走第一线的 那些医护人员是伤的伤死的死 那他们就比李文亮更加需要勇气啦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去医人的嘛 李文亮只不过是看眼科那时候 就感染了这件事而已嘛 但是不排除就是呢 看眼那人为什么会确诊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知道他确诊 然后呢 进度就叫他看一下眼的哦 这点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未来我们会知道的呢 就是这批这样的医护人员 八个工那批 其实回到去呢 不要厚面的 里面那些人 相信会做的东西就是 第一样东西 骗一些最差的耕表给他们啦 第二样东西就是那些医疗配备 会准备一些极差的给他们啦 派他们上第一线啦 就是好像打韩战打越战那样 那应该就会伤的伤死的死 骁幸战胜归来呢 就是等于以前战国时代而已嘛 战国时代呢 如果啊 就是我讲日本那时候啊 你投降那些北兴我们叫做 那你那些农民兵呢 我们就很轻摆在前面那一排的 然后吃完那些战先 那吃完那些战啦 然后主力部队先去上的 主力部队就是士气最高昂那一群 是不可以有任何损毁那一群来的 盘棋是这样捉的嘛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引用老萧讲的一段说话 就讲回这个李文亮医生 那其实呢 之前那两套片呢 我都是想讲这件事而已 那我们听一听他的录音 那我就另外再讲 有很愤怒的事情给大家听啦 就是李文亮医生 基本上是被人来捅死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看见他 跟着有些同事写出来呢 就自从他举报了这件事之后 他一路被他医院的院长 以及那些党委就是担对他 就直至到他 因为他们觉得他害到他们 都被人骂 那于是他染了病之后 没有人理他 医疗的照顾是非常之差 那就去到6号早上 整件事是发生的 去到6号早上 他的情况转差 那些医护人员要求给他拆口 因为他的费功能力开始衰竭 那就是 但是领导拒绝了 领导就是由中共党委的人 是不准他拆口 只是将他吸的氧气的浓度加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费功能一直衰竭 到9号半 又是深入停止一跳动 停止一跳动 三分钟之后 他们下令一定又要救他 这个时候就弄断了他三条垃圾 电击他 以及用叶黑膜 叶黑膜就是人造心肺 我们知道是人造心肺的 那时就知道 坦白来说 那时他已经是个尸体 硬硬地拖了三个半钟头 根本如果第一次隔离 他就用蚱猴 然后再虽然叫人造心肺 他一定不会死 起码有一段时期 是可以拖下去 那这个就是李物亮 医生 死的增长 所以我们见到了 接着这个罢工的医护人员 就要小心 如果你们真的进了厂的时候 就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待遇 万事小心 好像很黑暗 说到世界是这么黑暗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 也许可怕 只要有 GO 是 我 我也 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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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